是人会珍惜贵的东西,贵重的东西难得,比如金银珠宝,就特别珍惜,浪费便宜的东西,比如说米饭,以为容易得到,就不珍惜,轻易浪费,要知道,浪费自然界的东西,更为顺服报,比如说水,有的人洗衣服,水都是花花流,觉得一吨水才几块钱,或者是吃快餐,米饭吃不完,就扔掉, 一碗米饭才几毛钱,或者衣服,衣服很便宜,穿得不喜欢,就扔掉重新买过,这个事物区,就是用钱来衡量价值,无论多富贵,一辈子吃的粮食,用的水都是有定数的,没有福报了,有钱也买不到粮食,比如六零年代,饿死的很多,那现在,没有福报,有粮食也吃不着, 好,好比得了咽喉啊,因为这辈子的粮食,都是给它吃完了,用水也一样,不要觉得水到处都有,像跑到甘肃等沙漠偏远地区,要用水就很困难,浪费水和粮食,乃至能吃的东西,都不是几块钱的问题,不要拿钱来衡量这些价值, 人类要对自然有敬畏,水,粮食,乃至人类吃的,都是自然产生的,要有敬畏之心,以前人把五谷看成有五谷神,谁用水神,这就是要敬畏,人类来到地球,什么都没有办法创造,都是用自然的,吃的用的,都是来自大地,应该要敬畏, 人类现在善业在显现中,所以粮食,水都很便宜,要是恶业献钱,粮食欠收,或者旱灾来了,你看怎么用钱来衡量这个米粮和水的价值,没有金银财宝不会饿死,没有粮食人就饿死,所以要记得,这些养色真的粮食,水,蔬菜,都是上天的赐予,要珍惜,人来到世界上,吃多少都有定数, 哪怕是百万富翁,还是乞丐,只要命中带着吃的,都不会饿死,要是命中吃的没了,有钱也会饿死,禅宗丛林,出家人晚上一班少吃饭,一来留些口粮给穷人,二来也给自己留些口粮,吃的一分,命中少了一分,那浪费糟蹋一分,命中就少了十分,上天最看不过的,就是人糟蹋和浪费, 同时要教育孩子养成珍惜的习惯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